大家可以逛一逛看大家需要什么 好吧 让我们来欢迎与会 好 辛苦朋友 好 那我把这时间交给你了 好吗 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这个格飞老师已经在 等着了 今天晚上呢 我东方小孙会一起采访格飞老师 然后今天晚上也带来了格飞老师 非常震撼的这一套作品 是江南三部曲 我平常在介绍一本书 或者介绍一套作品的时候 总是汹涌成竹 总是脑子中已经有了具体的画面 甚至是清晰的措辞 但是我在看完这江南三部曲之后 我感觉到自己陷入到一段 非常磅礴 非常宏大的历史背景中 我仿佛感受到了那些个体 在历史中的欲望 挣扎 痛苦 喜乐 但是我很难找到一些准确的词语 或者是非常精准的感受 来表达我读完这套书之后 内心留下的震撼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会跟格飞老师聊一聊这个书背后 他创作的动机和故事 然后如果大家看到这本书 有自己想问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打在评论区 一会各位老师也会亲自回答大家 导演你调整一下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看不到大家的消息了 对 感谢大家 那话说到这里 我们就欢迎格飞老师和东方小孙 东方小孙今天晚上会跟我一起采访格飞老师 您已经带好麦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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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坐 请坐 我坐这了 对 对 对 您坐这 格飞老师呢 这个大家如果看过以前他的书的话 可能对格飞老师的写作风格也有所了解 在刚才采访前 正式开始前呢 我在场外呢 跟格飞老师有个短暂的聊天 我发现格飞老师 本身他的性格和他作品的特色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 今天晚上呢 您这个主要看前面这个镜头 然后两边会有观众朋友们提的问题 如果您看到哪个喜欢 您也可以回答他们 OK OK 好 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聊格飞老师的这三本书 叫做江南三部曲 为什么取名字江南呢 因为我是老家就在江南 小时候去外婆家 他们那个地方呢 是在江苏的阳中 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上 他们就会说 江南来了人了 所以我第一次有地理概念 觉得我是江南人 好 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书 一共有三部曲 然后前后延续近百年 我不知道孙老师读完这套书之后 有什么感受 我读完这个书 我就感觉整个收尾的空气都是湿润的 对 然后呢 正好和北京最近这几天的天气也比较一致 有点忧郁 比较的伤感 荡气回肠 我感觉我沉浸在这个故事里边 有点抽离不出来 对 就会 时尚说法就有点阴谋了 当然我不希望这个导致这个书的反面带祸 反面带祸第一人 但是充分证明了葛飞老师的文笔的这个比例特别的强大 就是能把读者彻底给吸到这个作品里面去 坦诚来说 我自己在拿到这套书的时候 我以前对葛飞老师真的了解甚少 这个学生学术短浅 然后呢 确实比较浅薄 不太了解这些 但是我看完这套书之后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搜了一下 我在这非常郑重的介绍一下葛飞老师 葛飞老师呢 是清华大学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心的主任 而且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的权委 以及主席团的成员 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而且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于华老师 苏通老师等等 他们都是80年代末 90年代初当时被称为是先锋作家系列 然后曾经获得过鲁迅文学奖 老舍文学奖 黄楼梦奖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等这些 当然呢在2015年凭借着江南三部曲 这一套经典作品 以非常最高票数获得了这个矛盾文学奖 所以我是看完书之后 对您这个人和您的写作经历产生的兴趣 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江南 江南的第一套叫做人面桃花 这里头提到一个桃花庵 桃花屋 桃花屋 您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是跟您现在生活中有什么联系吗 对 因为我在写这个江南三部曲第一部 就人面桃花的时候 刚才东旭讲的 我觉得你说的一个词是说 这个里边充满了那种湿润的那种气息 对 我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意大利跟法国的一个交界的 一个修道院里边 这个修道院里边 当时他们请我去呢 要我待六个月 待六个月 我当时就想了一个 我说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要待六个月 就待在山上半身腰 一个一个 是一个深方基各会的一个 宣伐院 对 那么就开始创作了 创作了没多久呢 清华呢 又把我派到韩国 韩国在什么地方呢 在庆州 就韩国南部 靠近釜山 那其实他的古建筑还挺多的 那个地方 就是西安嘛 就是跟中国的西安很相近 是一个古城 只有十万人 那么那个地方呢 每天啊 过几天就下雨 所以我有个助教 这个是帮我 教书帮我这个 就是做一些事情的 一个韩国的一个女孩子 他呢 就是经常说 各位老师 今天又下雨了 你又很高兴了 因为我呢 江南人呢 就特别喜欢下雨 所以一下雨呢 我就觉得很安静 那么一个人在家里创作啊 就觉得那个氛围特别好 我觉得写东西呢 首先要找到那个氛围 就是我对这个环境 我要特别舒服 所以你说的这个很对 就是那种湿润的感觉 您在韩国 然后每天看着那样的古建筑 然后细语斜斜 最后写出了这套作品 那我刚提到的是 这个里头提到那个桃花 应该是哈 对 您是那 现实生活中有那个地方吗 还是说您身边有那个地方 这个 因为这个小说的构思呢 这个由来已久 差不多1994年呢 我就开始酝酿 要写这个三部曲 明白 当时的一个先入之间 就觉得要写一个 一百年的历史吧 那么这个当中 有一个就是现在的 就是原来就有的 一个想法什么的 就是能不能重写一下 桃花源 重写桃花 就桃源明的那个桃花源记嘛 对 就老想着这个意念 所以刚开始呢 跟桃花呢 当然就是有说不开的这种关系 所以一开始是确实是你说的很对 就有这方面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桃花源重新写 写一个理想的地方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 也可能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在江南 那你就是要去寻找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 不存在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 所以您是通过这个曲名 然后写了一个 其实算是中国很几千年来 这个文人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地 我倒点水 然后桃花 它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归宿 然后您在韩国 其实写的是一个跟老家很相似的地方 说的很对 因为那个韩国那个一个古建筑 另外呢 那个小城特别特别安静 我呢 如果啊 这个小说要在北京写的话 那情况会完全不同 所以创作环境会完全影响作家的 因为你要找到那么一个氛围 我刚才说很难 比如说我的老家 很多的那个原来的旧建筑啊 都已经不在了 变化非常快 你知道江苏这个地方发展非常快 然后呢 好在到了韩国以后 突然我觉得穿越到了古代 就它的那个古建筑很多很多 而且那种小的喝茶喝咖啡的地方 他们那些老师 他们那个东国大学的老师们 轮番的请我去喝茶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 他们给我吃那个叫做 韩国的那个叫什么 松花的那个做的那种饼 他们说那个松花很贵 是从北朝鲜尽口的 然后呢 我就很爱吃那个东西 松茸吧 其实就是松茸 不是就是松茸 就是松树上开的那种松花 松花蛋的那个松花 这是要从松树上慢慢挡下来 很难弄 那么那种东西呢 后来我就吃了一次之后 就老爱去 所以他们经常就请我去那个地方 下着小雨 然后你就坐在里边坐一天 就韩国朋友特别好 创作环境激发了你 然后您也希望通过桃花 来展现内心中 所期待的那个东西 您故事里头讲的 很多东西 在我看来其实有一些 跟实际生活距离 我用一个词 您别介意 我感觉有些离奇 对我来说 因为我实际的生活 好像在北方 在西北 在干旱 而那个漫长的日子里 好像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我想知道这些故事里头的一些事情 您是从哪来的灵感 对 因为我在94年写完那个欲望的旗帜 那个小说以后 就开始酝量一个相对比较长的 能够写了100年的历史的这么一个作品 那么当时呢 就开始有意识的开始在查资料 就做那个文献材料方面的准备 那么我就当时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找了无数的地方制 这个地方制主要是 比如说我们镇江呢 就不用说了 扬州镇江 我们周边 就各个地方 包括县的地方制都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呢 就开始阅读这些地方制 那么通过地方制的阅读呢 开始了解我们这个地方的过去 它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慢慢慢慢就进去了 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构思的这个材料 主要是来自于地方制 地方制 对对对 那既然您了解的地方制 学生斗胆一个提问 就是如果说我想展现一个过去 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精神面貌 那我干脆就写一个即时性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您自乎选择了 以小说这样的视角去展开呢 这个当中我呢 这个书后来出日文版的时候 他们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写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江南地区持有的 它的整个的这个地理啊 人物啊 故事啊 它是不是实在的一个东西 我呢 是这么回答的 我说这个 回忆这个东西 跟追忆这个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是什么叫回忆呢 回忆就是因为有个事情触发我了 我呢 就开始回忆往事 那么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东西 但追忆不同 追忆呢 是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你人为的去追溯一个 你曾经想象的一个过去 这个东西都是一零半早的 有一些激光片语的 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比如说我这个出生的年 年代1964年 那个时候呢 江南地区的老建筑 那些古老的村庄都还存在的 保留完好 那么我小时候 那个村子里的风俗 人情 比如比如祖父啊 奶奶啊 这个家里的那些亲戚们 给你讲的那些故事 江南地区的故事 非常清晰 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呢 差不多读大学以后 这些东西当然很快 发展得很快 就找不着了 但是这些氛围都在 所以刚才这个东西讲的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能够让我 开始追忆往事 这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呢 就是那个氛围 我老忘不掉 小时候见到的那些 比如桃花呀 那个湿润的山水呀 那种每年到了清明节 我们去长江边 去踏青 这个这是在我们那是一个重大的活动 在现在更不得了 现在每年到了清明节 人山人海 所以我呢 上大学的时候 在上海读书 每年春天的话 我们的同学都要跟我回老家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从地理来说呢 它是一个丘陵地带 非常之美 我爱人经常跟我说 说哎呀 说你们这个地方真漂亮 就是 就是我的一个同胞同学说 说这个这个你们这个地方 是我的感觉 就好像哈代比下的这个花园 我说你你难道去过哈代他们家 对吧 他完全是读那个东西的 然后就有那种感觉 我大学读过那个 Far from the man in crowd 对对对 哈代的 是是 所以呢 有一种对于往事的追怀 但这个追怀呢 它不是说一个写实的 说我真的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说的离奇 我觉得这个词很对 就这个东西 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过去 那个过去是通过追忆呈现出来的 它原来不存在 写作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就在于 你去写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 写出来它就存在了 嗯 对 相当于您创造一段历史和世界 对 但其实它又来自于大量的史实和童年回忆 对 所以我对于现成的东西没什么兴趣 没兴趣 就现成的东西你你你没必要写了 它都在那嘛 是吧 嗯 嗯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人面桃花 我其实是前两天去山东出差 然后在飞机上 全程呢 这个我我记得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 旁边有人过来跟我说话 说了什么 我自我都根本不记得 我完全陷入在这个书所创造的世界里头 想到了就是那三代人 好像每个人看起来为什么都神神叨叨 但是他们又带着一种 命运触发的偶然的一种 一种使命一样 我不知道您在塑造这样的人物性格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会为什么会这样写他们 对这个当中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你的记忆当中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刚才我讲 它是一点一点累积的 对 然后我小时候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呢 这乡村可能跟卖家 我跟卖家聊 我觉得我们俩这方面很相近 卖家老师也来过这 就是他也来过这里 对对对 我们就是比较聊的来的一点呢 就是小时候我们都相对比较孤独 我小时候在放牛嘛 那么把牛赶出去以后呢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了 就是除了你跟这个牛之外呢 你没有别的东西 然后就是一个无尽的一个旷野 然后你看到人家这个吹烟升起来 柳树啊 淡淡的雨丝啊 就你是会很孤独的 然后呢 这个孤独当中呢 你会想很多很多事情 一个人在这个相对比较孤独封闭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想象力就会有无比的丰富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 那么这个当中我觉得可能给我后来显然变桃花 做了非常多的积累 但是小时候你也并不知道将来你要当作家 对 格格老师刚才提到这点 其实在第三步的时候讲到了类似的观点 就是人和自然的这种连接 能给人一个非常饱满健全的人格 今天我们很多现代社会的人 包括很多青少年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是和自然切断了这个联系 对 很少有人在今天这个时代有机会再去放牛了 把牛往山上一赶 自己就躺在树荫下躺在草地里 对吧 就看着天空看着云彩飘过 然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开始疯狂的发展 你说在那种环境下 一个青少年可能没有什么世俗的羁绊 也没什么压力 他的心就很空 你说的非常非常准确啊 就第三部里边呢 我是写到了这个主题 这个想法呢 就是当年顾言武啊也说过啊 他说这个三代之前的中国人 这个人人这个妇女儿童都知道天文地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跟天很近 你天上的星辰都在眼前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 经常我要是从一个地方 走一个地方去晚上看电影 或者看戏啊 得接着路 这个满天心斗 然后你呢就跟这个自然 你会有一个交流 你放牛的时候 你跟这个风雨交加的 这个自然的气候 他有一种交流 如果说我觉得一个人 他要有智慧的话 他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自然的 这个正义 对 是吧 他呢 你在把你补育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 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教育不能代替的 所以我 我是觉得很可惜 就是整个这个 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我觉得 我在韩国也好 到了欧洲也好 你发现他有个村庄 几百年 他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你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时间是一点一点的 变化过来的 是吧 然后他这个 他这个东西永远不变 我们这边呢 变化太快 太快了以后 我觉得就有一个 反过来的一个冲动 就是什么呢 就像把那些 很难保留住的东西 给他保留住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激光片语 很难把握住 他就从你眼前 啪啪啪就飞过去了 这个时候 你得把它固定下来 对 你得把 你得通过文字 把它固定下来 明白 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说 是很迷人的一件事情 我逐渐能理解 您刚所描述 这种迷人感了 就是 我非常认同 葛飞老师刚说这句话 就是这个世界 沧海巨变 它甚至快到 你来不及感受 但是人越是在动的 就像你在流动的水里 你总想站稳 你的脚跟 对吧 你在空气中晃荡 飞机上要晃的时候 你总想抓紧 你的座椅一样 你在这个巨变的环境中 你就总想维持住 一些旧的精神状态 或者人的心理状态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想把自己曾经经历过的 感受过的 想象过的 甚至是那片天 那片地 然后那片水 那片房子 都想留存下来 所以也构成了 这个桃花三部曲中 首部 大家在看到 感受到江南水乡 孙老师刚描述那种湿润感 你好像想到的 就是门前缓缓奔溜那个河 说的对 你仿佛想到的 就是春了花开的时候 山坡上那一片 翡红色的花 或者是那个 飘在这个水面上 慢慢滑行的船一样 说的对 说的对 我记得小时候 比如说 我去杨中 去文外花什么家 杨中 大早晨 一大早我母亲 就把我们叫起来了 叫起来 稍微给我们吃点饭 要赶在太阳 出来之前 到达江边 为什么呢 太阳一出来 这个地化洞 一化洞的话 你穿免血 你走不动路的 所以他要趁着这个洞 嘎吱嘎吱嘎吱的 响的时候 就很坚硬的时候 你就要快速的 抵达江边 到了江边 上了船以后 我舅舅他们就来接了 所以我母亲 就一起大早 天蒙蒙亮就起来 然后你就感觉 走着走着 你就看见那个长江 长江那个水位 比我们要高很多 它那个大的堤坝 你感觉就在你头顶上 那个帆船的帆尖 就从顶上 很高的堤坝上飘过 然后你就到达 江边那个竹浪掏天 然后那个时候 还要升帆 就是我们 我父亲他们都得帮他 去拉那个帆绳 然后那个帆慢慢 慢慢升起来 那个船就在江 这个这个 往对岸飘 那种感觉的话 很快就没有了 就是就是 我觉得特别让我 着迷了 就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 也很有幸 就建立 见到了很多 不同的时代 是吧 后面 我们后面的这些孩子们 就没再见过这些东西 比如江里面有 成群结队的那个江屯 就是我们叫江珠 在江里面 对对对 在翻根楼 在江里面 那个时间很短 现在都没了 都没了 所以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过去的江南 水乡 小的村庄 人家 我特别喜欢人家这个词 这什么叫人家呢 人家就是 我们土话讲 就是人家 人家指的是 有人的地方的村庄 你想象他们一家人 生活在什么地方 这个家里是什么关系 非常的亲切 那是很自然的一种 一种一种东西 所以人变桃花呢 刚开始写呢 我就说要找到 这个特殊的氛围 那么当然主题啊 你要表达的东西 很复杂 因为你读了很多书 你有很多的构思 但是这个东西 不会变的 这个氛围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写作当中 特别特别 让我迷恋的部分 我在听完您讲这一段 我特别就想去 将来那段地方看一看 所以我觉得屏幕前 如果您是身处 南方的朋友 您也见过 刚才葛飞老师 所描述的 那个长江上 那种画面 我觉得这部书 可以让你追忆很多王室 它不一定 跟你的人生 要一模一样 对吧 相反就是那些差异 给你带来了停留 和想象的空间 你见熟悉的景色 你不会停留的 你从你家去 你上班地方 你不会停留 为啥 因为你熟悉 但是你走入 一个陌生的城市 你甚至连街边的建筑 都会好奇 所以熟悉的场景 给人亲近的感觉 但是陌生的经历 又让你足够多的时间 去停留和想象 因此这本书 适合那些 想要追忆童年的 南方的朋友 但是北方的朋友 更适合去看了 因为我是一个西北人 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刚用的词叫离奇 而且我向格菲老师 请教 就是请他不要生气 这个离奇 在我来看 是一种远大的 模糊的那种美好感 其中又带有一些 江南的温润和湿气 就像那个水墨画一样 就像水墨画一样 那样的美 它你静静的站下来 去如果欣赏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种 超脱出你原本生活的 一种一种宏大感 为什么 您在这个书里头 写到的这些人物 还有包括这些故事 在参考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学者 特别好 但实际上没有写进书里 有很多 那么这个当中 其实要有很多的剪裁 你当然写作的话 你需要有很多的准备 就你准备的东西 肯定要比你写出来的部分 更多 对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 说这个江南 还能不能再写 我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可能 重新通过另外一种方法 来接近那个 特别重要的 那个你的心目中的 那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特别迷恋的是什么呢 就小时候的那个道路 就路啊 就小时候呢 你要去一个什么地方 父母就说 好 你呢 跟弟弟去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呢 这个村庄就给你指一下 就在这个方位 有一个村庄 那个里边呢 有一个你的亲戚 然后你就开始走了嘛 那个没有路的 然后你就在田野里面 到处乱穿 你就朝着那个方向就走了 这个路就开始出现了 然后你可以问 你到了一个村庄里边 就说我要去什么地方 这么走 这个地方 你就开始走 一遍 走一遍 你第二遍就永远记住了 所以我们认路啊 这个能力特别强 超强 这个就是在农村 在当时的乡村 训练出来 所以我一想到 这个老家的 过去的那个道路啊 我就很激动 就他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的 这个 笔直宽阔 笔直宽阔 但是无趣 对对对 无趣 我现在到 我到阳中去 可能20分钟 开个车 过长江大桥 就到我这就家了 我在当时要走的话 要走一整天 大早晨 一直走到下午 三四点钟 才能到达 这是地理概念的一个变化 但是那种通过探索 反而让人增加了这个喜悦 而且记忆深刻呀 对啊 过去的很多的东西 都是我们用腿 把它丈量出来的 是吧 你在走路嘛 什么叫走路嘛 你得走嘛 是吧 今天当然不用走了 你坐飞机 比如说去香港 去什么地方 早晨去了 然后吃个晚饭 吃个中午饭了 又回来了 晚上睡在北京 那你到底去过没有啊 是不是 对 这个感觉很奇怪 没有停留 没有感受 对对 我相信这一块 格斐老师所描述的 很多的感受 镜头前的朋友们 跟我们是有共鸣的 虽然相隔千里啊 但是在镜头前 大家从六月份 很多人就开始看 东方正院直播间 大家听过了 很多的作家 很多的艺术家 甚至我们很多场 不同的其他的朋友 在这里聊天 分享之后 你就会对东方正院直播间 东方正院四个字 突然产生一种 一种很离奇的 一种共鸣一样 那我相信 刚才格斐老师所描述的 小时候南方走过的 那个路 对吧 甚至你看过那些房子 你停留那些地方 就是因为你花的时间 还显得这个记忆深刻 而且非常独特 提到了这些 您之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 比如说您是清华的老师吗 您在课堂上会给学生 讲这本书里的东西吗 很少 很少 因为我呢 不太愿意就是说 拿我自己的作品啊 来作为一个例子 来讲解 一般一般很少见 因为这个东西 古人呢 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叫鸳鸯秀曲从军看 不把金针度于人 你写一个东西呢 你总不太愿意告诉别人 这个东西我怎么写的 你想看 可以 你去看吧 那么你要一个人讲我是怎么写的 这个感觉有点傻乎乎的 那学生有问过您 关于这些书的 学生问非常多 因为人面桃花 这个山河入梦 和这个春景江南 这个三部曲 我已经接受了无数的采访 就国内国外的 非常非常多 就是这个我已经是太多了 就是这方面 问了问题都是五花八门的 对 因为它细细量实在太大了 是 刚才葛飞老师讲 就是小时候走路这段 我们看的这个书很有共鸣 因为在书里边就经常走路 就是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呀 包括很多人从外地走过来的 然后又在一个风雨风雪交加的夜晚 又走了 天没亮的时候就走了 然后呢 就包括第一部里边主人公 他被这个被被被拐卖的那段经历 被打劫了 抢走了 然后呢走水路 对吧 怎么到了花家社 然后怎么上了岛 然后地理方位在这本书里的描述 特别的充分 这是我一个突出的感受 所以你看了这本书就好像 葛飞老师带着你在江南的这个各个村落之间游走 然后呢在四季之间游走 在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时辰游走 和不同的人一起游走 带着不同的目的去游走 所以就一直在逛 一直在逛 就是这种感觉 包括在第三部 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了 其实人也是一直在走动 一直在变化 包括最后两个人的这种分别 他也走了 走了最后就坐飞机又去见一面 但是那时候距离已经非常的遥远 我还有一个感受呢 是葛飞老师刚才提到的 就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种了不起的文学作品 就宇辉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观点 就是很多葛飞老师的同龄人 小时候经历过江南 在现代化巨变之前的样子 但是呢 不是每个人都有作家这种极致的观察能力 也没有这个做深刻的记录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种追忆 它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 那么另一个人群呢 就像我和宇辉我们都是北方人 包括今天的一些青少年 他可能不可能穿越回去经历那个年代 你看了这个书以后呢 仍然能通过这些文字 这种穿透纸背的这样的文字 去看看那个年代的那样的 风景和样子 其实是一种深刻的纪念 对 今天晚上呢 我们在这里跟葛飞老师相当于就边聊天 咱边采访这个书 然后呢 最近年轻人特别习惯一个现象 叫做围炉夜话 可以弄一些甜点弄个茶 然后这块也 你喜欢吃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喝点茶就行 好好好 有各种点心 您喜欢的吃 这个煮了里水 我也给你添点 好好好 尝尝这个 我用这个 这两个您都可以用 好好好 我还是很好奇 我好奇就是 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中间有没有那些 比如说创作中 你突然有一刻觉得 自己的比例被抽空 灵魂被抽空的时刻 因为我曾经听说过很多作家 有这样的时刻 比如说 我们知道陈忠实老先生 他在写这个白露园 其实这套书 可能就一个是北方的白露园 一个是南方的白露园 很像 陈忠实老先生说 他在写到这个 就是采访片段 他在写到这个田小哥 被从背后捅死的时候 他突然站在院子里 嚎啕大哭 然后仿佛浑身力气被抽空 然后难过了好几天 他觉得自己的心 都要被捏碎了 前一段时间 易中天老师来 他写了曹操 他说曹操把他杀了 他说他那写完了 曹操颤颤巍巍中 最后用手去摸 关羽的棺材那一段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枭雄 他不是一个被人爱恨 敬匪 然后欲或者是赞的一个枭雄 他只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脆弱而孤独 我不知道您写这一套书 有没有那样一个 突然让自己感觉 心里已经焦脆的时刻 这个写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 他特别就是 我觉得写作 创作这个东西 特别迷人 让人就是特别 割舍不下的 其实最重要的一东西 就刚刚你说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 偶心立血 一个作家说 花那么多的精力 去干这件事情 那么他的必要性 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是 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我觉得 这个写到第二部的时候 就是山河入梦 你完全不会想到 比如说 我当时就想到说 这个里边 我要塑造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不能是我们当地人 必须是从大的地方来的 因为整个背景 要把它展宽 要比如说 从上海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觊觎在镇江 或者南方江南 这个地区 那么这个人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姚佩佩 这个女孩子 就第二部的时候 但是写着写着 我觉得你就感觉 你跟这个人 就发生了某种关联 这个感觉非常明显 你就觉得 这个人就是你非常熟悉的 就是你要召唤他的话 他会随时到你眼前来的 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当时 就是你说的这个状况 比如说你说一中天 有这样的想法 我自己完全没想到 就是三河入梦写完的时候 就是那天早上 我这个故事讲过很多遍 就是我呢 当时在北戴河 在北戴河呢 就夏天吧 我跟我爱人 还有我儿子呢 我们几个就去游泳嘛 大早晨 我说那你们去游泳 我说我今天要截稿了 我要把这个三河入梦 要最后一章写完了 我爱人说 那你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我说大概需要四到五小时 那么他说那四到五小时 我们怎么办 我说你们在海边玩 别回来 别打扰我 我就一个人啊 就把稿子铺开 把烟拿好 就是这个 泡点茶 我准备这个一个早上四五个小时 就交给这个作品了 然后呢 没想到 非常快 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 想了 哎呀 就是那个速度非常快 就是你写的时候 你根本没想到 这个结尾会这么结 那写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很激动 我就出去找我老婆他们去了 没找着 没找着呢 我就一个人在海边 就转了一大圈 就回到了这个宾馆里边 回到宾馆里 我看见我老婆 在看我刚写完的那个稿子 一边看一边在那哭的 什么事的 是的 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特别深 就是后来很多这个人 让我这个朗诵 尤其在美国 他们会说 你把这个 这个三合入梦的最后的结尾 给我朗诵一遍 我每次朗诵不下去的 就朗诵到这样 你就会气不成声 这个当中呢 涉及到你跟人物之间的 这种关系 就当你把这个人物 写出来以后 你跟他之间 有一种特殊的这种亲缘关系 所以最近前不久 有一个歌手写了一首歌 就是叫姚佩佩 他把这个歌发给我了 就他专门为这个女孩 写了一首歌 那么我呢 这个听了这个歌以后 我也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有的时候 创作当中 你会有这样的时刻 就是你被你虚构出来的 这个人物 深深的打动 这个这个是 就是写作当中 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我理解这个 老师 我生命中也有这样的人 叫翠花 是吗 这个 葛飞老师刚才说 我特别有感触 因为各位观众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在推荐的是 何飞老师 江南三部曲 葛飞老师刚才讲的 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 这个是山河入梦的结尾 我说 我作为一个读者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看到第二部结尾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高潮叠起 就一下子把整个第二部 当然可以预扬先逸的方法 其实我看第二部的时候 是比较着急的 对 我相信葛飞老师 肯定和很多的读者 都碰撞过 第二部我一看 我说我都不敢讲 我当时就是我说 这第二部怎么节奏 有点拖沓 这是我第一反应 但是我后来感觉 这个其实都是作者 故意设计的 因为他到结尾的时候 特别的强劲有力 崩的一下 整个气氛就上去了 对 当时我是一个比较大条的难读者 但是我当时我感觉 我就是内心情绪在涌动 就是如果形容一下 就是内心已经气不成声 因为这个主人公的命运 就那种戛然而止的那种感觉 一下子就把你给击倒了 然后你会感觉到 这个男主角 不管谭工达 还是姚佩佩 他们在命运面前 就特别的渺小 就你的感受呢 跟这个人物在某一个时候 他突然合而为一了 对 就是你发现呢 你分不清楚是你还是他 你知道吗 这个感觉有的是非常奇妙的 就写的时候 所以刚才你说到一中天 说到弗洛拜 说到这些人 对笔下人物的这种关联 我觉得确实如此 写作人会进入一个 就普鲁斯特说 什么是写作 写作就是 你就净透在一个特殊的情境当中 就这个东西 你肯定是真的 对你来说 不管你怎么虚构 你刚才说多么离奇 但你只要净透进去 你就会跟你笔下的人物息息相通 就这种感觉我也说不清楚 就特别怪 就刚才这个东旭讲到 这个就是三合入梦的这个后半部分 就是这个紫云音的那个花地 就是那个部分 确实也是 就当时我是在台北 就是感觉就是 这个第二步我也把它写完 这几个时间 我都会把它弄完 写的也是速度非常快 就是你感觉不到 就是这个很快 他这个情节 所有这些东西 他就会 会这个吹声了很多 你原来完全没办法想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写作当中 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虽然是陌生的环境 虽然真的是素未谋面 我相信大家对着素未谋面 四个字太熟悉 素未谋面的这样一个人物 但是你觉得你始终都与他牵挂着 你甚至血肉都跟他连接在了一起 他痛苦你也痛苦 他幸福你也幸福 他难过你也难过 然后呢 他的命运波折 你也感到波折一样 这种写作和人物的 笔下的人物之间的 这种神奇的感觉 作者可以真实的感受到 作为读者 我们可以有幸也去体会 所以《江南三部曲》 是我最近一段时间 花的时间最多的一套书 因为我同时会看好几本书 但坦诚来说 我现在看其他书的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 这还是那个 他为什么会那样发生呢 虽然这些都是葛飞老师 自己亲自安排的 对吧 自己写的 但是他现在表现的 却对如此的沉浸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 跟其他的作家 这种写作的手法和比例 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今年推荐过很多本书了 但是这套书 就总是让我有一种 我被完全拿捏的感觉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书 但这套书我时常感觉 看着看着 我自己被牵扯到里头 我曾经我逃不出来了 这个写作习惯 是因为您怀念到故乡的时候 那种情感强烈导致的 还是说您因为教写作多年 在清华 您自己就是太专业了 随便写一写 不是这个问题 他就是写作呢 就是我刚才讲 为什么你要追忆 而不是回忆呢 就是说你要花那么大精力 比如说你待在韩国 你把门一关 然后呢 你每天花五六个小时 甚至更长 然后对着这个稿纸 然而追忆一个 并不存在的一个事情 那么他的这个动力 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 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什么动力 去思考一个 花那么大的精力 去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动力 来自于某种 现实生活中的亏欠 这个亏欠就是什么呢 就是空缺 追忆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把一些 原来已经分裂掉的东西了 重新给它找回来 所以你大概知道 那个普鲁斯特的 那个追忆四十年华 是吧 后来英文把它翻译成了 就原来1920年的时候 他把它翻译成了 这个那个题目翻的都不对 就是关于一些事情的回忆 这是不对的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理解 普鲁斯特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到了1992年 重新翻了 重新翻了就是追寻失去的时光 对 就是这个时光已经失去了 但是你要重新追寻 为什么要追寻 你是希望把过去 现在和未来 重新统一在一起 那么它的动力来自于 我们现在的过去 现在未来已经分裂了 你找不到这个三者之间的统一 也就是说 当你在解释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出现了亏欠 出现了那个断裂 那么这个时候 作家就会本能的 希望通过回望 回望实际上是对过去事物的一种 我把它称为叫 灵事 一种专注的灵事 重新去看待 回追忆那个过去的那个画面 然后希望的把这个东西呢 跟你的现在 跟你将来 就是未来 你的梦想 跟你现在的处境 以及你过去发生的事 三者之间统一 如果能够完成统一 你就会处于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我们把它称为叫 出神状态 就是出神入化 这个人只有生活在一个出神入化的东西当中 我们才能认识到事物的美 否则的话 你的所有的这个生活本身 它都是不值一提的 以入化境啊 对 你要进到那个重新统一的整权的那么一个统一性当中去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学者们谈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种整体性 就是人是生活在整体性当中的 就你过去的生命 你是不需要解释的 它的过去 现在未来 它全统一在一起了 现在社会 三者分裂 人总是要死的 你呢 我醉醉不安 人会生活在一种焦虑忧心当中 那么这个文学创作或者艺术创作 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 通过追溯往事 把三者重新统一起来 那么这个阅读也是一样的 就当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也会出神入化 你也会忘掉 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 而与我诈 那种黑暗 那种不自由 那种请压 是吧 那么你就会重新找到一种 整合的一种途径 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创作当中 特别特别迷人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晚上 是开玩笑 我写东西的时候 我想到第二天早晨 醒过来 我就可以坐在写字台前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很兴奋 觉得第二天可以写作 就这种迷恋啊 它有的时候 它不是解释说 你就是 为了完成一个工作 不是 我觉得是为了 就弥合那种分裂感 嗯 然后重新找到那个东西 这也是我慢慢的教书啊 后来慢慢 这个琢磨出来的 嗯 不一定对 那葛肯老师这个 嗯 那既然刚才提到了 出神入化呀 那这是不是对我们 普通读者要求太高了呢 那我觉得创作就这样 创作呃 跟阅读这样 因为他呢 作家呢 会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 带着读者 进入他的作品的一个世界 嗯 就你只要进去了以后 你一定会感觉到 就找到你要找到的 这个作者 嗯 这个作者的立场 他的审美趣味 他的你刚才说的那些 很微小的感觉 嗯 然后作家就会 读者就会找到这个认同感 就说 这个地方这种味道 这种你说的素人感 所有这些东西 哎 我都能体会 嗯 因为作家他把这个东西 呈现出来了 嗯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要求高的 我们任何一个人 你你在读一个作品的时候 哪怕是翻译的作品 嗯 就是你看一个德国的作品 一个法国作品 你仍然会沉浸去 嗯 所以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呢 尤其现代文学呢 他在这个社会生活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这个东西 嗯 就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 重新把它 在你的回忆当中 追忆当中 重新给它整合 嗯 所以这涉及到一个 特别热点的话题 葛飞老师刚才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就是文学和精神疗愈之间的关系 就文学和精神疗愈 文学和我们读者的精神和心灵世界 是息息相关的 对 所以它才具有精神疗愈的作用 对 说的很对 说的很对 可以让你抽离 嗯 我刚听葛飞老师讲这一段 我刚才已经完全沉浸了 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嗯 写作动机 其实本质上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空缺 越想什么 越念什么 就写什么 所谓我怀念的 就是对吧 就那歌词嘛 我缺什么 我才写什么呢 现实生活 没有笔墨 我不想写 它就是事实 我们都知道 啊 了然无趣 然后接下来呢 失去的 然后已经失去 而我却像失落的一个孤儿一样 苦苦的回望 等待一声应答 就像你晚上站在海边 海浪不断的回溯 他给不了你答案 写作的迷人 不是你可以等来那个应答 这不迷人 答案并不 并不宝贵 也并不可爱 可爱的是 可以在写作中 让我当那个孤儿 嗯 是吧 是吧 就是我就是那个他 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 我就是看着海浪 听着海风 等那一声应答 等待的过程 比答案本身更有意义 嗯 所以这也是刚才 葛飞老师提到了 创作本身的这个魅力所在 就是你写的时候 你感觉你跟那个人 都共命运了 都同呼吸了 都血肉相连了 对吧 你好像真的走进了 过去百年的江南水县 你好像真的见到了 那样一个地方一样 你好像真的感受过 那一切离奇的经历一样 但实际上那些都没有发生 难得的就是 你在现实生活中 原本有生活压力 有房贷 有不听话的孩子的学习 让你操心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把精神抽离 跟他一起去的一场旅行 这场旅行可能就跟北极 去跟南极 甚至去一趟太空一样的离奇 但是且有美好和宝贵 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 最近买了书之后 一定抽时间看一下这套书 我觉得这套书 真的最近给了我一个 精神上的抽离感 如果大家最近发现 董荫辉的直播间里头 说话时常有一种 人不在现场的感觉 那就是这套书导致的 那当然刚才我们聊完了 很多这个书 在作家圈里头 您通常比较喜欢 哪些老师的作品 作家这个朋友当中 因为我们八年代 出来的这批人 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 说到像于华 苏同 上海的像孙甘露 一大帮人 这帮人在当年 都被统称为先锋派 然后最早的老大哥 就马元他们这拨人 那么基本上 当时就在上海 那么于华是在嘉兴 然后苏同在南京 那么大家就经常会一起到聚到华东师大 因为我当时在华师大教书 那么所以每过一段时间 他们都会过来 因为华好像回忆了很多次 就是在我们学校 我们家 就是我的那个宿舍 大人宿舍 然后正好是在 这个就是我们华师大的那个 就是北门 就是后门 然后晚上我们聊天 可以就是从比如吃完饭 下午就可以一直聊到凌晨三点四点 这很常见 然后这个时候肚子就饿了 饿了以后 学校的那个大门是关注的 关注了之后 那上面就很尖尖的 那个有刺的 但是我们都学会了爬那个门 所有的人爬那个门都很溜 然后到了晚 都早晨这个三十点钟 然后爬那个门 爬出去之后吃饭 吃完了快天亮 回来 回来之后 当然看心情 如果愿意的话再聊 如果说被人一聊了 大家就睡觉 那么我们在地上铺一个地毯 大家就开始呼呼打水 那这样的日子呢 这样的时间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于华苏同 就是马园 就是上海当年 王安逸也经常到华西大来 乘车啊 上海当时有好多人 那么大家相聚比较愉快 这个一听就非常的令人 神往的一种生活状态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种生活状态 当然宇辉 后来出名了以后呢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现在他和你这种生活 基本告别了 但是我和其他小伙伴 还是这种生活状态 我们还经常出去夜宵 我能想象 喝点酒啊 逛一逛一闲 闲扯呀 所以那个时候 闲扯就是您工作的主要内容 没错 没错 这太令人想 闲扯 这就是好工作呀 您平常自己出了 您身边这些朋友啊 真的是谈笑有红乳 往来五百丁 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 您自己平常阅读 会喜欢看谁的书 或者您最喜欢的作家 和一本书 我呢 因为这个 这个 作品读的非常多 我们这代人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因为 这个八十年代 开始出道了这批人 大家可能对西方文学 都非常重视 你问任何一个作家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到国外去啊 跟英国作家 跟法国作家 还有一些俄罗斯的作家 大家在一起聊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奇怪 说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什么 什么作品你都看过 比如说你讲俄罗斯来的话 那你很多俄国大家 讲不过我们的 我们读得非常细 那么这个当中 很大的一块呢 可能跟我们当年 就是像你们年纪 这么大的时候 是读大学 而读的最多的 就是俄罗斯的 像托尔斯基 托尔斯泰 如果你要问我 最喜欢的作家 我可能就是要举 托尔斯泰的意思 我觉得托尔斯泰到今天 在我心目中的这个地位是 还是崇高无比 为什么呢 有的书啊 你隔了四十年啊 比如四十年前 我在看战争与和平 那么你看完了之后呢 你当然我讲课 讲了这么多年战争与和平 你觉得很熟了吧 我前不久 刚刚又把这个战争与和平 重新拿出来看 就是你看的时候 你会非常吃惊 就是你根本没看过 就是还是那么的兴起 而且你会发现托尔斯泰那种超强的控制力 就他在描述生活的那种深入的那个程度 那个力量感 就是你仍然会震动 就是他比太多的作家要伟大 当然有一些作家呢 比如我举这个例子可能不恰当啊 比如我最近跟学生讲那个加谬的局外人 加谬 对吧 你重新 你要想存在主义啊 当年我们在看加谬作品的时候 那笔的不行啊 对 但是你过了十几年二十年 你回头重新看 你会发现他不会让你很激动 因为他那个构架呢 你觉得你也会 你觉得他那个东西呢 而且那个那个观念呢 也就那么回事 可是你要重读托尔斯泰 你仍然觉得他很无比陌生 就他的那个心胸 那个视野 那个浩瀚 那个宽阔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作家完全不同 所以所以那个托尔斯泰 当然你要仔细说的话呢 他的青年时代 中期写那个 就是这个 安娜肯林尼娜 对 写那个战队和平 复活 然后到了晚期写那个哈吉普拉特啊 那个 就是一发一击之死啊 像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你发现他任何时代 他都能推出最一流的作品 这些这个方面呢 我就觉得这个 极其佩服 持续巅峰 持续巅峰 而且那个那个作品 你会读不尽的 比如说 你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他 他都是一个宝库 所以所以我觉得 确实存在着 这样的类型的作家 就是他会永远 成为你的导师 你可以一读再读 所以我有一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 世界上如果要为那个伟大作品 做一个定义的话 我的定义肯定是说 他可以一读再读 就是你读完了以后 他没有消耗 对 有很多作品呢 你读完一遍 他就被耗尽了 就你觉得他没什么意思 手上位 他就是个故事 伟大作品 你读他 你没有用 你读完了还得读 这个我觉得是很奇妙 是因为你每次都能从其中找到这种哲学般的一种理解吗 就是他这个在不同的时间段 他作用你的智力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托尔斯泰 你原来读的时候 你会关注里边人物的命运 对 你会关注爱情 为他们而悲喜 你会关心死亡的问题 因为那个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关心这些问题 对 可是今天呢 你会发现里边一个非常简单的有个小场景 你会赞叹不已 就是他的那个比例啊 那个比的那个力量感 会渗透到作品的每一个激励当中去 就这个很很惊人的 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讲托尔斯泰 说他这个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洞察力 那么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赌一下托尔斯泰作品 你很快就有洞察力了 真的是 导演 安排一下托尔斯泰的全套 我必须要开始了 然后也推荐给屏幕前的朋友们 当然我了解过 我以前也特别喜欢读托尔斯泰 我觉得他的写作能够持续创作 也有个原因是 他自己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崇高的 托尔斯泰他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贵族家庭 一个地主家庭 但是他到了晚年 他觉得自己精神要得到救赎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隆隆一块干活 他要在劳动中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救赎 他要让自己能够感受到更大程度上的悲和喜 就是这个人他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一个不断的去扩展生活边界 让自己有新的精神体验的人 有的人可能从30岁之后就停止生长了 甚至绝大的时候从大学毕业那年就停止生长了 因为他也不读书了 他精神上再也没有过波澜壮阔的想象 巨大的遗憾和那种绝望般的惊喜 他没有过 一个作家呢 他要成为一等一的大作家 伟大作家 他需要很多条件 对 比如说他的生活经历的那个丰富壮阔 对 他跟时代之间的关系 对 他的修养 他那个托尔斯泰读了多少书啊 就他读的那个书真的很吓人 就中国很多书 中国人都没读过 他读过 像老子孔子这些都比较佛陀 他的这个像西方的那个 从亚利斯多德开始 整个 就他的知识面 智商 生活的这个经历 无数的东西 他都是一流的 但是我认为这都不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原因 他最伟大的原因 我个人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哥们 有一点东西是常人不能及的 他的真诚 真诚 就是他关心的那个问题 都是真问题 对 比如说他一辈子关心一个问题 人既然要死 那你活着干什么 活着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 这个是任何人都会问的 可是他一直在追问到这个晚年 他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按道理来说 是神应该去思考的 不是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是吧 但周老师呢 我觉得非常诚诚 他 他一辈子在创作 一辈子在读书 他实际上就是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要活着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死掉 为什么我这个活着 到底干什么 然后他呢 找了无数的这个缘由 我觉得直到最近 我还推荐学生 看他的那个《忏悔录》 忏悔录 很薄的一本《忏悔录》 第一步 你要真诚 就是你不能骗自己 你骗自己的话 那你这个作品就是二流三流 就不入流了 你要回答那个真问题 你要感觉到那个真问题 你要有勇气面对那个问题 这个是托尔斯泰对我们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启发吧 我是 当然托尔斯泰尔斯基也了不起 就这两个人完全不同 但是都是大事 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精神的体验 和生活经历真的太狭隘了 所以至于好像托尔斯泰 而且一旦他被列为必读书目之后 孩子们就会把他数字告个 让他落会 对 你知道很多人说毁掉一个作家 方式就把他选入必读书目 没错 把他布置成任务 布置成作业 孩子就永远远离他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 当之前有一些观点很吸引的人 说把鲁迅的文章拿出教材 很多人说赞同 因为只要拿出了孩子们就会去读他 你放进去孩子们就不读了 托尔斯基近些年 在年轻人特别受欢迎 然后他在读到托尔斯基 他人生三起三落 就在想 就被被流放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今天我听完您这个介绍之后 我觉得我要再开始读托尔斯基 我觉得有一些方法 就是我跟大学生们推荐托尔斯基 我绝对不会从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作品推荐 因为他们读不下去 读的话因为那个极大卷 他花很多精力 他读了他就不读了 我呢就美国人 美国人当年编过一本小说鉴赏 他们的大学作为鉴赏的 就是这个教材 小说鉴赏 他们选了 选了这个托尔斯基的第一篇作品 这个作品是所有人 就是英美的年轻人都会读的 就第一部作品 如果你只读一部托尔斯基的作品 你希望能够喜欢托尔斯基 我的推荐是 一凡一零其自私 就他晚年的作品 就这个作品呢 你读下去 你就知道托尔斯基在考虑什么问题 就他写的是一个中年人 五十来岁 生活非常的富足 所有的OK都很好 就像他自己一样 对 这样一个人 他实际上他的生活 所有的生活 全是空虚的 全是无意义 他从这个地方入手啊 一下子让你 面对一个真实的生活世界 就这个不得了 就这个力量呢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从 一番一滴自死 就是这个人到了五十来岁 开始考虑死亡问题 那个死亡很快就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他一生中 考虑的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这个作品写的很精粹 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年轻人要看的话 也我觉得这个书很薄 是一个中篇小说 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 就你大致可以知道 托尔斯泰 他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否则的话 你要是读安德克林尼娜的话 你很难把握 就说他写的是个婚外恋啊 是吧 他婚外恋 我看他干嘛呀 是吧 你就把握不住 他的那个精神实质 所以我觉得看书 有的时候 可以从他的一些 所以我觉得欧美 他们比如做教材 为什么先推这个书 我觉得有道理 对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相对的 可以多聊一会儿 我听这块就真的 突然就有一个感受 就是当年 为什么不努力学习 能够考上清华 这样就能听 戈菲老师多讲一些了 就刚就讲 托尔斯泰这一段 就把我听得热血沸腾 我现在就有一种冲动 把托尔斯泰所有的书 拿回来再看 然后再去感受 因为我自己之前 其实看过他 伟文艺青年嘛 我也去了解过他的人生 但我知道一个人 在不断的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自我的时候 就尼采说 在你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他是一个富足的家庭 就像您刚所说的 那个其实就是 他自己生活的实际写照 一个人在物质富足之后 难得还有时间去探索 自己的精神世界 他物质上什么都拥有 但他在精神上 像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一路祈求 说得很对 他追问意义 你说这样的人 活一辈子的精神世界多丰富 他在看着掐人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看你穿什么 你吃什么 而是看你在想什么 你在讨论什么 你在追思什么 对 我刚才听完这段 我写了一段 我把这段分享给大家 然后咱再聊之后的话题 首先呢 刚才格维老师聊到 当年他在大学的时候 跟他几个好朋友 在块聊文学 聊青春 聊梦想 我相信很多 静乐先生的朋友 可能也听过这段话 说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 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在一起 都是梦碎的声音 如果看近代诗人 看北岛 看孩子 看顾城 大家可能会对这种感觉 尤其的强烈 然后再加上 还有人既然要死 那我们活着意义是什么 哲思记人生 请回答真问题 伟大作品都真诚 托尔斯带的 难得就难得 始终真诚 这才是对人性的尊重 不回答真问题 浪费什么时间 我发现你很会概括 这个时候说的很对 说的很对 就会这一点 但凡会其他的 早都写小说了 所以这不今天晚上拖着 您要多聊一会儿吗 疯狂的趋经 你旁边的东方小孙 我们公司的CEO 他在去年东方 他夸下海口 他说他自己要写一本小说 他时常提到自己 现在信心满满 一共已经 你知道吗 大功拉舰 他已经快要发射出去了 然后他还说 今年采访好多的 矛盾影响作家之后 他感觉自己胸有成途 感觉就要一气呵成了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你看他现在这个表情 我说过的最狂妄的梦想 就说 咱哪天拿个矛盾文学奖 感受一下 你看你看 就是充分证明了我的无知 现在把这些 他把他当成一种人生体验 老奖作品一看 你要去问莫言 莫言会 我记得莫言经常会说同样的话 他就说 就是我是百分之一百 是赞成莫言的这个观点 就写中这个东西 其实一点都不神秘 就是你只要写就对了 对 你真的就去写就行了 你根本不知道 你能写什么样的东西 但这个当中 需要一些训练什么呢 就训练到你能够 真正能够面对自己的问题 就这个当中可能会需要一个 有的长有的短 对 我觉得无所谓 就是不要把它想象的 那么神秘创作 今天大家十点字 所有的人都能写作 你真的很难说 你的作品写出来 就一定怎么样 但是我认为 你只要能够 真诚的面对你的那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你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跟世界的关系 然后你来阐述这个关系 然后对其他所有东西来说 都会有用 但是我觉得 葛飞老师 要写作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还有墨运更衣呢 哪怕写小说都非常需要勇气 因为你要袒露自己的内心 哪怕你写虚构的作品 你去论述的那些问题 有的时候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你的真心 现在不方便 对 我内心就在想这些东西 比如说 葛飞老师 这个江南三部曲 刚才在讲 托尔斯泰的时候 我其实一个强烈的感受 就是江南三部曲 他就和托尔斯泰一样 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对吧 三部曲 三个年代 跨越一百年 有血脉关系的三代人 三个传承 从第一代的秀密开始 他是一个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他就探索人生的意义 他作为一个 等于说是大家归宿 对吧 他抛弃了自己的物质上的 这种享乐和生活 选择了离境叛道 但最后也是苦苦追求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他是一个先行者 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 这个唐弓达 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 新时期 他也是非常的痛苦 他也在思考他人生的走向 最后梦名其妙的 遭到了很多的迫害 然后近代的端午 当然葛飞老师对端午 非常的善待 给他安排了一个 意识无忧的生活 他不用被世俗所侵扰 而且有一系列的这样的朋友 我当时看了以后 我就是说 一个图书的感受 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 每一本书的主人公 都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他们都在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也都去回答 同时我还可以 代表一小部分读者的感受 就为什么很多世界的 这种文学经典 我们中国读者今天看不进去 因为那个年代和他的背景 历史人物的命运 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 有点遥远 但为什么江南三部曲 能够这么受欢迎 因为江南这个地理 以及过去一百年 我发生的这些变迁 和我们每个今天的中国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的可读性非常的强 一看就看进去了 就哪怕是第一本 《人面桃花》 一百年以前的辛亥革命 那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 还是能看进去 因为他的这种 让你感到熟识的亲切的 熟识的亲切的 这个江南的风物 地貌 环境 人文 能把你带入这样的描写中去 然后你就跟着这个人物的命运往下走 所以说也是强烈的给 把这个书推荐给大家 因为刚才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就看到网上评论 这本书的一句话 说特别的好 就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一切幻想 最后的归宿都是日常生活里的频繁安慰 其实就是对这三部曲的一个高度的概括 说得很对 就是这个当年为什么这个小说花这么长的时间 花十几年 十七年啊 来写这个东西 因为一开始呢 你刚才说野心 作家总是有点野心 你会觉得我这个小说要是从《人面桃花》开始 写到春秋江南写完 那么我要勾勒这个一百年的历史 我到底要干什么 是吧 那么我当时的一个考虑是第一部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这个里面的故事 它都是传闻 什么叫传闻呢 传闻还不是说一个人告诉你的事情 是大家说 人传人 人传人 大家勾着传 那么这个蛛丝马迹 你能看到一点 但是到了第二步 你就是一个 就是听说的事情了 这个是你的父母可以告诉你 你虽然没有见过 比如说五十年代 你六十年代出生的 但是五十年代 你六十年代并不远 它是一个你可以听说的事情 跟你已经有一点关系 就近一点了 那么到了第三步 就是春秋江南 那就是我的故事 是我亲自建立这个故事 所以我当时很多人问我 说你这个三部曲 你最想写的是哪一部 我说当然是第三部 我从第一部到抵达第二部 第二部最后要到第三部 因为第三部预示着 整个作品的完成 就刚才那个东旭讲的 我要提出问题 我觉得一个作家 我觉得在今天 一个作家 绝对没有那个能力 说去回答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就说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做一个作家的回答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 能够有能力回答这样的问题 托尔斯带也回答不了 对 但是托尔斯带的回答或者说 我们今天写作的一个意义是 我们可以代表读者提出问题 就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这是作家的任务 就是我觉得第三部 提出我个人生存方面的问题 通过谈端物也好 通过里边的其他人物也好 那把我生活中的这些问题 能够提供出来 然后对整个三部 做一个归结 然后也就是把这个一百年的历史 我所理解的中国的一百年的近代 现代的一个历史 能够给他做一个描述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在90年代末期 开始构思的时候的一个大的想法 虽然也是贯穿着这样的想法 就你刚才说的 我很同意 所以作家的使命不是回答问题 而是提出问题 对对 最好是提出关于这个时代的问题 对就是你代表读者提问题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觉得提出问题 实际上我觉得极其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 如果问题都提不出来的话 我们一定是生活在黑暗之中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生活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你需要通过不断的提问 来接近你那个生活的奥妙 对吧 那你说要一个作家 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那这个作家变成上帝了 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 对吧 是现在不存在这样的上帝 所以作家通过不断的提问 给他的时代提问 给他的生活处境提问 然后切近于我们生活的那个真实 这是文学的功能 所以所以我 我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通过三部曲的创作 最后通过那个 全景将来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来 是有意义的 它能够触动读者 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可能 这个可能我把它称为 叫做反思的可能 就生活写作它能够带来的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 就是你要对你的生活进行反思 否则的话 创作没有意义的 创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反思生活 反思生活以后带来改变 然后让我们获得那个神圣的自由 对吧 然后你获得这种自由以后 你真的觉得自己活过 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觉得是创作当中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种感受吧 我突然很羡慕作家 因为我看着隔壁老师 手冲在这里 这种放松自由 而又激情慷慨 然后肆意挥洒的状态 让我觉得 我觉得我的人生 应该找出一种 更加精神丰富的体验来过 因为刚才短暂 短暂这会儿讲解 你仿佛听他已经回忆了 几十个世纪那么的优远了 但是我们确实也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朋友会感觉到 时间弹指一挥 但是过得浑浑噩噩噩 就伸手不见五指 好像再一回忆 我大学毕业都这么多年了 就是我这么多年干了个什么事 好像除了每天上班 挣天还房贷养孩子 没有任何就是值得难忘的东西 所以你为什么 格飞老师刚才提到说 怀念小时候走过的路 怀念当年呆过的地方 因为他难忘 因为他没有答案 你得自己去找答案 你得自己去问这条路 所以说写作就是作家找寻人生意义的过程 好的作品就是找寻一代人的精神意义的过程 所以说好的作家是提出问题 那刚才格飞老师提到了 提出问题 问题在英语中有个单词叫question question这里有个词根叫quest quest是什么 是一种追寻 其实西游记早前年有一个翻译的特别好的版本 就是the quest 问这条路 所以说写作就是作家找寻人生意义的过程 好的作品就是找寻一代人的精神意义的过程 所以说好的作家是提出问题吗 那刚才格飞老师提到了 提出问题 问题在英语中有个单词叫question question这里有个词根叫quest quest是什么 是一种追寻 其实西游记早前年有一个翻译的特别好的版本 就是the quest to the west 就是沿着西这个方向的一种精神上的追寻 当然后来翻译成the journey to the west 我认为完全不好 早前的翻译叫the quest to the west 它是一种追寻 人在追寻个人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时候 你就会找到一些答案 答案不一定对 但你会因此变得充实和可爱 你就有说服力了 你就不怒自威了 你这个人就有了厚重感 你就不是羽毛 你就是一块坚硬的石头 你有自己的重量 所以追寻本身是有价值的 追寻本身是可爱的 这个就是哲学产生的本质 对吧 你不要问答案 答案不一定对 没有人能给你答案 当然你在追寻到人生意义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有要求 你就不会允许自己浪费你的青春 不管是写作还是旅行 不管是读书还是去考取公民 那是你自己的答案 所以这个过程你会request自己 你会对自己开始有请求 有要求 你会开始尊重你的人性 尊重你的使命 当你一旦具有了使命 你开始有那种神性的时候 你就会在自己身上克服很多人性的缺点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所以conquest叫做征服 我觉得刚才葛飞老师提这个点特别好 就是用问题这个词 其实能够把人一生完成的救赎和成长 全部讲出来 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刚才的总结 我觉得就是我要说的那个话 就是你当你就是提出一个问题的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提出来之后 就你刚才说的 人他其实这样就随波逐流 他不知所知 然后在生活中随波逐流 他也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人就一生就很快就完了 那么如果你会提问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果是 把你带到你最重要的 最真实的那个你的跟前 这个时候你开始面对真实的自己了 当你面对真实的自己的时候 你就获得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禀赋 这个禀赋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生中最好的东西 就是自由 这个自由是什么 我可以这样生活 也可以那样生活 我可以选择的 我不是不能选择的 原来我们以为我们不能选择 我们昏昏恶恶 在大众也好 在各种各样的层次烂调也好 人云云云也好 你跟着这个东西走了 然后托尔时代就说 你的一辈子匆匆忙忙被打发了 好比一天都没有活过 但是创作或者反思 把你带到你的那个真正的自我的跟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获得自由 你可以重新来活过 哪怕你的生命很短了 但你仍然可以选择你要过的生活 那么这个东西是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我们不能小看这种力量 就刚才你归纳了 我很感动 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 就这个东西 它虽然是提出问题 但是它能够带来切实的改变 改变是从提问开始的 如果我们不提问的话 你就跟着走了 用那个海德格尔的话说 你就沉沦了 对 对 这个我特别有感触 在这个作品里边有提到 就包括格格尔老师刚才提到 宇慧也提到了 就为什么人小的时候 对一些路纪的很清晰 我记了个笔记 就是因为人在小的时候 是纯粹而清醒的 长大了以后反而就糊涂了 就开始迷失了 如果他用自由的角度来看 人在小的时候往往是自由的 天真烂漫的童年 但是长大了 大多数人就开始变得不自由了 然后就开始分化 然后会有极少数清醒 再次变得清醒 又有能力的人 有勇气的人去追求自由 而大多数人可能就稀里糊涂的 就丧失了自由 在这个作品里边也有体现 我说一下 我印象比较深的 比如说在江南三部曲里边 也是 格飞老师呢 从作者的角度 让很多小朋友非常自由 比如说第一部里的 秀米的孩子小东西 他无比的自由 在这个清兵来抓捕他的母亲的时候 他就是天真烂漫的去给他妈妈报信 他好像是那个作品中唯一一个自由而真实的人 一个自由的灵魂 直到被乱枪打死的时候 他的灵魂仍然是自由的 对 但是相对比呢 那他的母亲那个时候是不自由的 对吧 他的母亲都已经麻木了 这孩子被打死了 当时仍然没有唤醒他的这种 这种母爱或者说这种神性 他很麻木的就被带走了 后来他才开始忏悔的 然后再比如说第三部里面 这是我们现代的生活 弱弱这个孩子 他其实是自由的 对吧 他跟这个鹦鹉的那种关系 养了七八年的鹦鹉被他妈妈给弄走了 然后呢 他痛失 痛失 挚爱啊 然后 包括他对游戏的这种态度啊 他对自己兴趣爱好的态度 他一开始对习学习的态度 后来他又发愤去学习 他一直都是自由的 反而是天天对他特别严厉的母亲是不自由的 对他方人不管的父亲是不自由的 就是我们看起来成年人很多时候是道貌万然 实际上内心是不自由的 反而是这些小孩子内心是无比的自由 是 说的 华子华斯就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孩童是成人的父亲 对 就是你要学的是从孩子上中学到东西 而不是相反 对 我们有的很多父母他很成问题 就是在他把自己的那一套鱼不可击的东西 强加给孩子 鱼不可击 隔壁老师在这个第三部里面也对今天的很多家长 在家庭教育中暴露的问题无情的鞭探 清醒 特别生动 就是一个家长变得歇斯底里的样子 然后铺天盖地的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羞辱和辱骂 摧毁他的自尊 摧毁他的自信 也都有非常淋漓尽致的描写 还有当时我看了以后我真是心痛的那种感觉 葛飞老师刚才说那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 追问 永远不要停止追问 不要忘答案 不要记住答案 因为答案本身不重要 答案没有对错 也没有好坏 甚至没有善恶很多时候 你能说你现在追求这一切就是对的吗 你怎么不知道在另一个平均时空里有个更自由 更可爱 让你非常好 非常羡慕甚至眼红的你自己呢 所以追问本身才有意义 追问会带你走向远方 会带你走向你自己 你看追问会带你走向你 奖励你的就是人性的自由 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人类如果没有走出伊甸园的话 那人长生不老 那不是很好吗 但你知道黑格尔怎么评价伊甸园呢 黑格尔说伊甸园没什么好的 你虽然不死 但什么都没有 没有感情 没有激情 那么就是一个高级动物园 就没什么意义 那么我们把我们从伊甸园里面走出来了 那么你要死了 你不可能永生 但是你刚才说了很对 你换到了什么东西 就是你得到了什么补偿 你不可能说我什么补偿都没有 我就把永生放弃了 得到的补偿就是自由 就是你在医療园里面你没有自由 当你开始放弃了永生的时候 你获得了一个最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自由 我觉得是人最值得真实的东西 所以那个德国古典哲学里边 我特别喜欢这个谢灵 谢灵其实很多人说他 说他这个哲学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公式 就是我等于我 就是这个就表明他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这个后面这个我是你是可以选择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什么 后面一个什么样的我 这个两个我看起来相等 那我们很多呢 就是不去思考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 也是你刚才说这个追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第一步 就是通过追问 通过反思 我们把自己带回来 带回到那个真实的那个东西 那个当中来 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一种自由 这个也成为自由意志 对吧 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 避免那种昏昏恶恶吧 创作我觉得其实 从很大这个程度上来说 给了我们写作的人来说 极大的一个恩惠 恩惠 一个恩惠 这个恩惠就是说 来帮助你思考 你来思考自己 然后我觉得这个当中 我觉得就是 很多人 比如说不给他搞费 不给他任何的报场 你说他会不会写 他照样写 古代作家 清代中期之前的 没有一个中国作家 可以看到 他的小说出版的 那么你说他为什么创作 他为什么上映呢 这说明这个创作 跟个人的关系极大 他绝不是为了带来某种金钱 地位 名誉 他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我觉得这是写作 特别有个意义 板子先被拿走 那有的板子还没说呢 对 我是说太多了 不不不 我听您讲 讲这一段 我在追问我的意义 我突然发现 我以后不想拉墨 我以后能不能请 您的课堂允许 社会闲散人员旁听吗 我呢 是这样 因为 清华呢 这个你说 社会闲散人员 清华的是 他是 我的课堂 基本上很多 很多人都来旁听 旁听呢 他需要办一个旁听证 那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怎么弄法 在教室 他是 我是想申请一下 别别别 你要努力争取 加入葛飞老师 闲扯的饭局 那收获更大 名义上还是工作 但是你知道 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时候 他会亲郎相说 而且他因为在那个场 在那个状态 所以他这个激情慷慨 就是你 你讲课的时候 有不同的讲法 比如说 我到现在都不太适应 用那个PPT的那种 比如说 把所有你要讲的内容 全部放在黑板上 放在那个PPT里面 然后你那些 一个个位的讲下来 我都不怎么会 是吗 我是当了八年的高中医院老师 我那会就以PPT做的难看 而臭名昭著 上课就是一个 但是清华呢 还不错 就是允许教师版书 就是他允许你用粉笔 在黑板上写版书 就是你可以不做PPT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 清华的一点 清华还行 行行行 这块的逃动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应货 各位老师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 聊到了这个写作的背后 其实对人性的追问 追问本身是充满了哲理的 本身是充满了神性的 因为一个人 当开始找到使命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克服自己 尼采一个话说 所谓高贵就是对自己的灵魂 心怀敬畏 我觉得只要追问 你终将遇见你自己 那个答案就会让你灵魂高贵 就会让你尊重你自己 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书 就是 如果说这个书 你给读者一些阅读建议的话 你建议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有不同的读者吧 因为他们实际上 也提供了很多的答案 有的人比如从第一本开始看起 也有很多人喜欢 从第二本开始看 有的就是说的 这个东西可能前面的部分 跟我稍微远一点 那我从第三本 我觉得都可以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阅读的顺序方面的建议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阅读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就是你跟这个作家之间的 一种关联 就是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如果一本书 那么他写的过于流畅 就是你从头到尾看下来 你就觉得他 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 那就是武侠小说了 那种畅销书了 那么你不会停下来的 好的作品 我刚才说 他不会走马观花 他一定会让你 他一定会让你停下来 不断的停下来 所以我觉得读书 不光是读我的书 我觉得读书要养成一个思考的习惯 就如果你不会思考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什么书都不读 就说你很容易被这本书带跑 又被那本书带跑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读了半天 你在哪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读书一定要同时要思考 就是你在思考问题 然后这样的话 跟作家之间才有交流 我觉得阅读最愉快的事情 就是交流 就是跟你所期待的 那个写作者之间建立这种认同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认为 读书就要一气呵成 但是跟魏老师的观点 那其实叫走马观花 对吗 读书你就要不断的走入紫胡桶 原地返回再重新走下一条路 也许这样反复的取决才有深度 你才思考呀 对吧 你不停留咋思考 这一套江南三部曲 向我们身边的这个读过的朋友 互相交流 普遍都得阅读几十个小时 一气呵成太难了 因为他的信息量巨大 情节太丰富 烧脑啊 我觉得可以先挑一本 如果我要建议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先从第三本开始看起 因为第三本呢 他毕竟跟我们的生活经验 比较接近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刚才你说的 孩子的问题 大人这个 这个人的生存处境的问题 这个婚姻的问题 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相信读者呢 可能更容易找到那种共鸣 或者那种联系点 我觉得也许会好一些 其实我三本 我都翻差不多 但后面两本确实还没有完全看 我反而更喜欢第一本 您刚才讲到这三本书 一个是口口相传 一个是上一辈人的讲述 一个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哪个往往更迷人 在我看来是口口相传的更迷人 大家想一想啊 近百年过去了 为什么那个人和他一生那么多事情 那么多天 只有那几件事情被口口相传下来 因为他最吸引人 最动人啊 最传神啊 所以大家想一想 自古以来能传下来的故事 其实寥寥数个 能够被口口相传的 一定是因为他有独特的魅力 所以我在读第一本书的时候感受特别深刻 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因为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是在韩国 外面下着雨 让你回想到江南水乡 如果你在江南水乡 那太好不过了 找一个地方 就住那几天 把这本书看完 就是那种古派的建筑 江南水乡 稀稀利利利下着小雨 甚至雨珠 从房间上汇到地上 形成一条小河 然后你再翻开 立马书里头那种描绘 描绘的江南水乡那种画面感啊 迎面而来 哎呀太真实了 所以我当时也很庆幸 就是一下子让你找到了那个 那个氛围 就因为韩国呢 他那个他那个他那个现代化 已经早就过去了 然后呢 他比较注意那个 古建筑的保护 城市的风貌 而且人又很少 十万人 那个城里啊 就十万人 他是古都 就兴罗的首都 对 那么那个地方你就觉得 他太迷人了 而且很安静 没有任何人打扰你 因为韩国人就是经常 到周末会请我吃饭 去喝酒啊 什么的啊 那么大家平时呢 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 我教书教完了 就回到自己的宿舍 就写作 非常愉快 差不多一年 就你说的我 我也很赞同 因为你在写 第一部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会拥有 非常大的自由度 因为这些事情 你很容易沉浸 就是进入 当然你写到第三部的时候 你的生活 别人也经历过 这个当中 这种关联 就是我觉得 所以他们问我说 哪一本写的最难啊 我觉得第三部 当然是很难 就是我们前两部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在想 第三部怎么写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三部书 就没有办法完全统一 所以这个当中 实际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 也是在不断的 在校准 就是整个的 创作的一个路径 校准这个 使用的很传深 不断在调整 最后终于 还变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今天的这个问题 其实主要关于 刚才作品方面 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如果最后 再想要问的话 就是您给屏幕前 一些朋友们 一些阅读建议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头的 就是爱书之人 读书之人 甚至藏书之人 大有人在 包括我们直播间 其实应该是 学生和孩子 比较多的直播间了 很多人是带着 自己的孩子 放假回来一块听的 所以呢 平常大家也可能 很难能够 有这样的机会 跟一个清华大学的 文学老师 写作老师 在这里一起聊天 听他聊天 那今天既然大家有这个机会 我就斗胆 替大家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成年人都说 您建议怎么怎么读 如果是孩子的话 您建议怎么读 我再补充一下 格贵老师还可以 再给出第二类建议 就是写作建议 因为格贵老师 这也是教很多新锐作家 怎么去写作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阅读的问题 我并不是因为 我是一个小说家 我推荐大家读小说 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现在特别 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 我认为有很多不同的文类 你有哲学 你有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喜欢读散文 喜欢读经典的文献 很多 但是我今天 首先你让我推荐 我还是推荐他们读小说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小说在今天 变得极其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一个普通人 你要了解这个生活的真相 已经很困难了 因为社会的文化 实际上文化越往后发展 它越是更多的 来掩盖这个真相 就是很多事情 它不会让你知道的 那么详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文化它 实际上它对这种真相 它有一种遮蔽 所以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呢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创作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去蔽 就是把蒙蔽在上面的东西去掉 让你看到那个真的东西 这就是去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小说呢 它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 它里面有丑恶 有美好 有激情澎湃的生活 也有让人难以忍受的那些瞬间 小说它是全西式的 就是如果我们要正确的 认真的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 我觉得读小说 读那些伟大的小说 会非常的合适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的人 那么我觉得你 你如果就是这个昆德拉 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你可以不读历史 也不读哲学 假如你对小说史 很了解的话 你既懂历史 也懂哲学 很对 反过来说呢 比如说你要是专门去读哲学的话 当然我觉得我很喜欢哲学 我觉得我现在花了很多的精力 都在哲学方面 但是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读 因为哲学它直接面对人生的问题的 小说呢 它是通过故事 通过委婉的一个中介 让你去感悟那些问题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不一样 但是我今天还是愿意推荐大家读小说 读小说呢 就是当我们 我们来接近那个真实的生活的 那个可能性 这个是我最看重的一个方面吧 就是当我们读了很多小说 比如说你读了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后 你已经是半个哲学家了 对吧 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哲学 人生哲学 会涉及到大量的问题 你们知道这个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哲学家 就是在托尔斯泰后面的哲学家 他们很多思考问题的来源 都是托尔斯泰的作品 所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 它要先于哲学 就是它比哲学更早提出问题 它更敏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伟大小说 就是带有那种伟大的真理感的 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 比较好的接近生活的真实 所以我要推荐 我肯定推荐大家读那个伟大的小说 对吧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创作的问题 创作的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 我实际上已经说过了 我觉得创作呢 今天是一个写作民主化的时代 任何人只要十几个字都能写作 没有那么神秘 比如莫言老师说一个概念 说他在山东高密 说这个老家 说有一些人 就是平时没什么文化 可是这些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 如果这些人受过一些训练 能够坚持写下来 说不定能写出一个 我绝对相信这一点 我觉得我的生活中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村庄里面 有很多讲故事的能手 这个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创作这个东西 我觉得勇气呢 就是你只要去创作就好了 你只要能够学习那个面对自我的 那个过程 有的人很快 所以我是觉得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负担 觉得好作家高不可攀 很难说 有的时候一个作家很年轻 一下子就能切进那个问题 这个东西很难讲 所以所以我是觉得 那个这个哥德当年也说过 年轻人嘛 就是创作只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勇敢就可以了 就你只要勇敢 一头扎进去 我觉得慢慢的写作 你就会知道怎么写 因为你不写的话 你怎么知道 那创作的时候 不要害怕把自己的内心 他录给读者 我觉得这个当中 需要一些训练 这个训练 为什么我们中国有一个 这个现代作家 不知道你们两位 知不知道叫费明 我当年的博士论文 写的就费明 费明呢 当年教学生 他说我教给大家 写作的一个重要的诀窍 就是什么呢 乱写 乱写 他为什么要叫大家乱写呢 不怕对号入座 对 因为你呢 全部被生活 生活中的那些 那些观念所左右 你拿几笔来 你不自由 对 你呢 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也对 那个好像也对 你就拿不定主意 这个时候 你找不到创作的那种勇气 这个时候 你索性来个乱写 乱写 就是我不管了 对 对 我也不考虑发不发表 我就爱怎么写 怎么写 先把这个关过了 我认为很重要 就是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创作的这个步调呢 我觉得勇敢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得有面对自己的那个生存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勇气 嗯 我觉得勇气有很多种啊 有的时候我们写作怕得罪人呢 就像余老师管理公司的那样去写作 哎呦 比如说你说卡夫卡呀 加妙啊 包括这些这些大作家 他们的那个创作跟我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嗯 我觉得这些人都非常的勇敢 嗯 因为他们描述的都是生活当中的巨大的那种痛苦 嗯 荒谬 无意义 嗯 那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追问的时候 等于是帮助整个人类 嗯 把一个荒谬的东西扛在肩上 嗯 就这种东西是巨大的勇气 就是你敢不敢碰 你敢不敢去描述这些东西 你敢不敢认真的去思考你的生活 嗯 然后你尝试得出自己观察生活的某种结论 嗯 这是一个训练吧 嗯 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受到的这个观念的影响太大了 那你什么都不敢写 你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那么这样的话 你永远找不到创作的那个最好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一开始呢 要有一种无所顾忌的 嗯 我觉得淡写不防 淡写不防 就把我讨厌的人全写进去 对 然后乱写 对 让一个人综合很多人的这个特点 当然你也注意一些 不能上升为对某一个人的语言攻击 就不能只攻击一个人 你如果恨一个人 四处攻击 就是我们经常看完小说作家里面恨一个人 最后让这个人打了十几枪把他击毙了 这个就完全是邪私报复 你看 你不能对吧 对 就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写的是谁 对 你不能假切写作之名 实施报复之行 所以就得乱写 对 然后呢 也别怕写的不靠谱 你是为了全人类在写作 对吧 不靠谱 荒诞 那是那是有目的 你主要写于老师 我主要写你 我觉得人他确实需要一个找到自己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曲折 嗯 我觉得呢 也许呢 有一个捷径 这个捷径就是放开 放开 就是人其实在一种特别好的 因为踢足球也这样 你说梅西啊 嗯 你说他有的时候一场能进好几个球 那么踢球有状态 写作同样有状态 嗯 你什么叫状态好啊 状态好就是你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时候 你就就你放得开 对放得开 你就有如有神柱 哎呀 那么如果你找不到这种感觉的话 你说手说脚 那肯定不行 嗯 明白了 解放天性才如有神柱呀 所以惊鸿一撇 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好 葛飞老师讲太精彩了 没没没 我简单回应一下 然后再聊 这个葛飞老师刚才讲的 其实就是我和雨晖 我们经常聊到的一个观点 就我们发现 虽然我们是做这个一些 这个商业性质的工作 呃 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有有了一点小问题 住院疗养了一个多月 然后这一个多月里面呢 我就性格大变 一帆常态 以前啊 我因为做所谓的管理工作 出了院以后人就跟变了一样 突然之间工作就找到感觉 我还是习惯以前的你 哈哈 所以这就是副的三部曲啊 这里边有好多个主人公的人生啊 你就一股脑全经历了 你感觉 你像我们平时读者 为什么会不开心啊 我我个人干活 比如说我很多时候不开心 第一个是觉得自己倒霉 就为什么点背的总是我 为什么这些烂事都让我感觉 你具有做好作家的潜质 所有的好作家 都认为自己倒霉 自己倒霉 对对对 痛苦所以具有表达欲望呀 这成功了第一步了 对吧 你想发牢骚呀 对 第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倒霉 所以不开心 第二个生活痛苦来源呢 就是很困惑 那我怎么办呢 就遇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费问的动机 对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一个人又觉得自己 特别衰 特别倒霉 对吧 然后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困境 你这这活着 特别的痛苦 换个工作 就很荒诞 很荒谬 所以呢 就要看小说啊 看小说你发现这主人公是一个比一个倒霉 倒霉的不只是你自己啊 对吧 你看江南三部曲里 这边倒了血霉的 倒大霉的一个接一个 对 想空的 这好多主人公被格飞堡写的 那叫一个惨 比我还惨 就各种惨啊 第二个呢 就是解决方案 对吧 你感到困惑 这里边人一个比一个糊涂 有的一辈子都活不明白 有的又开始顿悟 有的是觉得自己活明白了 实际上更糊涂了 就各种各样的离奇的人生全都有 所以这书一看 他就是增长智慧 然后呢 我个人还有一个小的感悟呢 我觉得今天 这个时代 读一些好的小说 对理想主义者更加重要 因为一个人如果非常的世俗 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倒霉 他也不会觉得很痛苦 他同流合污就行了 对吧 他说我倒霉 我要找一个比我更倒霉的 我去陷害别人 但是这个社会 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纯粹的 纯洁的 没有抛弃人格和尊严的一些理想主义者 他们在苦苦的坚持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理想主义者 更应该去看书 原来你也在这里 对 就是这感觉 因为他没有必要受到 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这种拉扯 这种摧残和折磨 书里边就有解决答案 就有解决法 说的很好 是的 感谢各非老师 也感谢刚才东方小孙这一番 忏悔般的这个发言 然后呢 刚才我们聊了 到底是从第一本开始看 还是从第三本开始看 但不管是哪种看 你得先买啊 右下角 听了这么久了 大家也感受到了大师的风采 我自己受益匪浅 今天晚上 因为我自己平常的就是夸夸起谈 活着八道 但今天晚上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明显露歉 然后以至于刚才我这个第一个黑板两面写完 忘了讲 导演放在那儿给我擦的干干净净 所以我现在至少今天缺失了四分之一的功力发挥 如果今天晚上这个书卖的不好 就是这个导演造成的 他把我四分之一的这个作用给取掉了 我现在回忆不起来刚才这个想到的是什么 但不管是第一本还是第三本 你都得先买 而且相信我去看 看这个书的过程本身就是找回精神上自我的过程 书把你带向你自己 并且奖励你的是彻底的自由 自由的本质是追问 而不是答案 答案不一定正确 也不一定善恶 对吧 所以呢 只要不断的去追问就行了 等你找到精神自我的时候 你就灵魂高贵 因此拥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气场和质量 对吧 希望大家最终都能对自己心怀敬畏 其实这一切都是在读书中看到的 然后也不要害怕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感觉到 我是不是浪费了时间啊 我是不是读这个书没有意义啊 不是的 你会不断的误入各种企图 最终找到你自己 刚才我说这一话 就做痛苦的人才有表达欲望 所以不要难受 然后这个不要难受自己看书的过程中 没有创造出其他的物质上的价值 因为创造这个精神价值更加重要 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啊 你看完书 你有了喜怒爱乐之后 你就活得更通透更真实的 感谢大家 也感谢戈菲老师 我们现在卖了两万五千多套是吗 一单是三本套装吗 有三本 建议大家成套的拍啊 三本都拍 三本都拍 你任何一本不读 你都感觉到非常的损失 买好了 这次卖好了 下次他还来啊 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 和这个书直接相关的啊 也让大家再拍 给大家再一点拍的时间 第一个问题 某种程中当然也是帮雨晖问啊 因为我发现 葛飞老师就是很有勇气写作 他把这个一个男人的 这个内心和渴望写的历历尽致 就男人至死是少年啊 对 这里边写了主人公无数的艳遇 在这个第二本里边 就是你把你给这个唐公男安排的实在是太曲折了 这怎么是他给我问的呢 我一无所知啊 其实这个女婚没有这样的问题 女婚没有这样的问题 对 那这就是说 我们就说这个书啊 这第二本这个男主呢 四十多岁 未婚 从来没感受过爱情的美好和滋味 谈一个呢 就很坎坷 又暗恋一个呢 就更离奇 最后呢 这个你就给他这个命运就安排成这个样子 对吧 最后稀里糊涂的就就被一个人给诱惑了 然后呢 成了个家 最后也不是很幸福 诱惑是在哪出现的 诱惑 我再看看 诱惑那段一般人都不会喜欢 因为后来被诱惑他的那个寡妇带个孩子 后来这个寡妇又找了一个新的相号的 又把这个男主给抛弃了 那算了 所以我就说 我想问多菲老师 就是你在这个书里边这么写 你到底是相信爱情还是不相信爱情 我在1994年的时候 开始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 其实只有30岁 就后来很多读者就说 说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已经很老了吧 对吧 但是我在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 实际上94年写完《欲望的旗帜》以后 就有在想的时候 是30岁左右 就开始构思这个作品 那么我是觉得呢 从这个第一步到第二步 它的这个过渡当中 就是我觉得从中国社会 它也是从一个封闭的乡村社会 开始向现代社会慢慢慢慢的开始觉醒 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 就是自我意识 就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开始知道有他人了 有世界了 有各种各样的人 是吧 那么这个当中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觉醒就是爱情的觉醒 那么《人变桃花》里面实际上写到的 也就是父母的包办婚姻 对 就是原来的这个父母之命 没所知言 然后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革命党人 他的一个对于爱情的这个 现代社会的这个风气吹进来 那么这个从第一步到第二步 这个爱情的主题 一直到第三步 他是连续的 对 我当然觉得这个爱情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任何一个作家 我觉得在某个时期都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你刚才讲到理想主义 浪漫主义 他们这个当中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涉及到爱情 那么那么我经常跟学生上课的时候也聊到 我觉得说我们这代人谈恋爱的 跟今天的年轻人谈恋爱的完全不同 我们当年的那个恋爱完全是精神恋爱 就是不发展的 柏拉图事 对 完全不可能有结果的 所以今天很多年轻人就不太理解说 他既然没结果 你谈什么谈的 是吧 那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一个非常不同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呢 你刚才讲谭工达 我自己觉得只有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没有发生的事情往往是非常美的 这是我们这代人 得不到的才骚动 对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我觉得跟那个这个社会发展的那个特殊的时代 它是相关的 我大概我的想法是这样 明白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咱俩继续再聊一小时吧 越聊越开心了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和我们很多读者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江南三部曲里边能看出来 格飞老师对理想主义者的这种心疼和爱护 而且我感觉是看出了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归宿和解决方案 就是回归现实的生活 就是刚才过程中说到了一个 就任何精神生活的幻想 最后的归宿都是要找到日常生活中的安慰 所以也把这个小的感悟最后送给大家 送给我们每一个江南三部曲的读者朋友们 说得很好 我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看 我觉得一个人要把自己的那个东西牢牢的建立在 因为我们拥有的其实就是日常生活 你不拥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你所有的梦想 你的美好的东西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实现的 如果说你可以把日常生活全部抹掉 那是不行的 那么这样的话 所以托尔斯泰当年在晚年的时候 他在日记里面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尖锐啊 我前几天给学生上课 我还聊到这个问题 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年纪大了 拿了一块抹布去擦那个沙发 他擦完了以后 脑子里想说 这个沙发我擦过没有啊 我刚才有没有擦过啊 那么刚才如果擦过的话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擦了 那么这个时候 托尔斯泰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后来德国非常多的学者 注意到了托尔斯泰的问题 托尔斯泰说 你们不觉得我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 一生就是这么匆匆忙忙的度过的 他没有意识 他擦没擦过沙发 他没意识 他不思考 他有个本思 他也没痛苦 就这么过去了 那么你怎么能够判断 说你活过呢 你这个沙发擦没擦过 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拥有了所有的财富 都来自于日常生活 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真诚 我觉得首先我们对生活 要有真实的态度 不要害怕 你要能够尝试 那个面对那个真正的问题 那么所以我觉得跟这个 东旭刚才讲的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 在日常生活里边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这也是托尔斯泰 非常这个 我觉得他的那个 就是智慧吧 就是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的一生 如果就是无意识了 匆匆忙忙就这么度过了 什么问题我都不想 交给以后 糊里糊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实际上要把我们 还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刚才语慧说的那个 总结的那个话 就把我们自己带到 那个真实的自己的跟前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真实的彼岸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吧 对吧 你都放开 我也放开 这个我们经常在看 很多书的时候 总觉得很多作家 因为他安排了这样的结果 或者这样的中间的过程 然后最终好像把人 带到对岸的时候 又给人以某种 精神上的安慰 和智慧上的启迪 我们经常觉得作假 是一种领袖性的预知者 他讲未来的事情 虽然是讲过去的经历 但他告诉你未来的答案 他经常比如说 有的人他就给你 以孩童办的视角 特别天真文字 最后让你理解 比如说善良的伟大 有的人以特别沉重的 老者的这种智慧的 这种语言方式呢 告诉你 比如说思考的重要性 告诉你命运的这个强大 就是总之一个人写作 最后他往往是带有 自己的一些 始终沿袭下来的观点和视角的 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 我这个嘴不太利索 您觉得如果说 把您所有的作品 都尝试总结出一个大主题 您觉得写作的主题 您的主题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 刚才我说的这个感觉 德国的非常重要 有个学者叫本亚明 本亚明在讨论卡夫卡的时候 他说我们现在都能够 全世界都公认 卡夫卡可能是 特别特别重要的作家 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这是本亚明问的问题 说卡夫卡的作品 有没有什么秘密 就是他的作品重要的 那个基本的前提是什么 你知道本亚明是怎么回答的吗 本亚明说 如果我来回答这个答案的话 就是失败 失败 只有他的失败是最重要的 也就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在生活中 预示不到失败 你没有尝试过失败和痛苦 你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读文学的 文学实际上 在很大程度上 是失败者 是在生活中遇到苦恼 他有的那个砍到过不去 他是遇到了那个 非常他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寻求帮助 那么需要交流 所以 所以那个 如果说他能够左右逢源 卡夫卡如果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 去各方面都很好 他不可能 所以这个当中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涉及到现代小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因为既然这个话题 聊到这个方面了 我也觉得可以多说几句 就这个东西特别特别重要 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 写作就全部是美好的东西 你怎么面对你的那个痛苦 那个不眠之夜 你遇到的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 你要自我来对话 是吧 你找不到办法 如果来弥补的话 你就通过创作 把这些问题承担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 今天的人呢 就是刚才我也说到 这个勇气的问题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勇气 就是能够把自身担负起来 就是你不管这个生活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生活一定是有好有不好 那么你有没有能力 把你的这个重量担负起来 这是很关键的 你担负不了的话 那你就完了 你就可能就 我们说就可能就出现 各种各样的神经症 你担负不了 担负不了你就求助于 其他的东西 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学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实际上是我们尝试 来自己担负自身 然后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真正的面对 这个生活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 本来我也不打不打算讲 因为太沉重了 但是我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在今天 在这个生活当中 需要承担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你如果不不不 不把自己扛起来的话 你希望别人来帮你承担吗 对吧 我觉得这段其实 增加的非常有必要 因为它很真实 它不逃避 也不是阵风相对啊 当然 我们在聊文学 或者聊这个 为什么大家现在要多看书 要去了解这些 我们往往从一种 功利医学的角度 对吧 好像说书看的多了 你更有人情味 更受人喜欢 你书看的多了 词汇量大 更有表达力 你自己说话 更有艺术 或者是一个孩子 书看的多了 下笔如有神 因为他读书破万卷 所以他考试成绩更高 但其实克菲老师 给出一个 其实是最真实的 就是现实中痛苦的人 才会在文学上 寻求自己的精神避难所 他希望找到精神上的 这个桃花源 所以他把自己 藏身在文学里 我们见过很多的 这种在诗作上 大名大放的人 才其实是 现实生活中不幸的人 所谓 这个国家不幸 诗价性 然后呢 这个说 作者不幸呢 读者性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说 我们的人生足够漫长的话 其实都将不可避免的 会经历痛苦 经历痛苦 跟你有多少钱 没有太大关系 是 没有任何的 那个生存 说可以担负你 不遇到你过不了关的 这样的痛苦 对 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你哪怕你是 你自己为自己想到 各种各样的前提 你说我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 然后我所有的痛苦 我都可以回避 不可能 人永远会遇到 那个你伤脑筋的问题 这个时候 你得想办法自己度过 那么你说我没有能力 怎么办呢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白亚明说的 那个卡夫卡卡夫卡当年说 他十几岁 二十岁不到 就在通往自杀的道路上飞奔 他觉得跑得非常快 就是这个人被活进了 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作家 就是托斯约夫斯基 他觉得看到托斯约夫斯基 突然觉得有一个有力的人 把他拖住了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 阅读我们就是寻找这样的人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跟作家对话 实际上也是跟自己对话 就是读者实际上通过作家 这个中介 这个作品 这个中介 实际上来理清楚 来面对他个人遇到的真正的问题 我记得我当年 读那个 就托斯约夫斯基的 那个罪欲罚 我跟学生经常讲这个 这个段子 就是我是读过很多遍了 我就觉得这个 管瓜烂熟 结果我们中文系 有一个讲俄书文学的老师 刚好要去广州 他大晚上跑到我家来说 我明天要出差了 你能不能帮我 这个讲讲这个课 我说那没问题 这个作品我很熟 然后我当时还在吃饭 然后我就把这个罪欲罚 这个作品 放在我的餐桌跟前 这个人 这个老师走了以后呢 我就把罪欲罚拿过来 我就从头到尾这么翻 为什么呢 第二天我来讲课 我得增加记忆啊 这个作品我读过很多遍了 然后 我一边吃吃饭 一边从第一页开始读 一直读到第二天早晨三点钟 读完了 你就会觉得那个震撼 我现在印象非常非常深 所以我觉得卡夫卡 绝对不是在说谎 有的时候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里边 会有一本书 他会照亮你 就是他会 你不知道在哪个关节点上 他会跟你共振 就这种东西非常奇妙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寻找那些好作品 需要遇到那些 你认同的作家 然后从这个东西呢 开始呢 我们开始 能够能够回答 尝试来回答 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阅读当中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经验 我自己也多次体会到 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刚才最后这一段呢 反而就是纠正了我 或者说改变了我长期以来的观点 我以前总觉得作家 应该是属于一种智慧性的 他要去启迪和照亮 他要去鼓励 甚至是教导人 他应该像一个神明一般 去告诉读者们 要怎么样过这一生 但其实刚才 葛飞老师的观点并非如此 就是你要寻求共振 其实很多时候是 高山流水 琴瑟和鸣 你在狱的过程中 总有一本书 让你感觉灵魂触动 其实它不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角色 它是一种 陪伴着的角色 所以呢 不要教导我 也不要鼓励我 而是理解我和陪伴我 当我精神上 不再孤独的时候 我瞬间就知道 怎么做这一切的 这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和一个好的作家的 神奇之处 今天晚上 我们跟葛飞老师聊了 非常多 右下角这本书 如果这套书 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 我今天真的是强烈推荐 然后我再把最后这点 给大家总结一下 刚才葛飞老师提到了 其实不要担心自己 是不是因为爱上文学 所以是生活中痛苦的人 或者是不是我生活痛苦了 我才有享用文学的权利 不是 痛苦才有表达欲 痛苦才有感知力 你发现生活特别富足的人 他最后就财思枯竭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人 小时候能写出好作品 长大之后 碌碌无为呢 因为他有钱了 他不难过了 他不痛苦了 他所以不想说了 没有文化的人才不伤心 你说你伤心 说明你有文化 你有感受 然后卡夫卡作品的这个经典 就是因为他的失败 一个人能够遇事失败 而且能够经历失败 能够在沮丧中生活的人 才会在文学中找到生活 担负起自己 找到自我 所以我想起一本书名 叫做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这个书我们以前也给大家推荐过 今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再次感谢葛飞老师 感谢葛飞老师 希望之后 您还能有机会再来现场 今天聊拖尔斯在这块 我感觉还没有展开的 很愉快 好 当然这个不能通手走 我们所有 对于老师来的朋友 谢谢 我给你拿 这个进口的车离子 最近这个品质 这个是感谢感谢 五金 跟家人好好分享 您自己在写书的时候也可以 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茶套装 对 好 这里头有四个产品的红茶 对 自营产品 好 感谢感谢 还有坚果 好 谢谢 我把这个拿了 好嘞 行 我给你拿 您在旁边稍作休息 我马上过来 好 谢谢 谢谢感谢 获益 颇风 我刚才错怪导演 导演没有擦掉 没擦掉 这个是尴尬的 导演没有擦掉 如果书卖不好 那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我先从第一个 对 江南三部曲呢 前后创作一共有17年的时间之久 这么长的时间 不断的进行校准 注意刚才老师用词叫校准 就像一个神枪手要调整自己的目标 他要根据温度和风向去调整目标一样 格飞老师不断的校准让自己的这一套书最终变成了心目中想要的样子 他通过三本书讲述出了一个百年的灰红的历史背景里头 个体的命运 然后其中的个体呢 不像云云众生 这些个体呢 仿佛时常是离经叛道的 是精神失常的 但就是这种错愕感 才让你觉得新奇 你不会在你上班回家的路上停留 因为你都熟悉 反而是走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 你会停留驻足 那这些人命运的离奇 就是身边新的风景 让你思考和停留 所以你才会咀嚼 因此收获破风 踏实踏地 细雨飞飞 在那个古建筑保护很好的城市里头 创作环境激发了创作冬极 所以你想写书 我已经想好了 你得休假 休假 休个两年 写上二十页 够了 可能刚开始修的时候没有感觉 修两年就无比痛苦 对 就有表达欲 修两年人得疯 但是你得找到那个环境才能创作 我现在就有很多灵感 就有了 今天把我收获太大 我以前不敢写 怕写出来得罪人 好 勇敢得罪 勇敢得罪 放飞自我 放飞 就乱写 乱写吗 胡说 对 就把我讨厌的这些人啊 事全给他乱安 他来问你不承认 你没法对号入座 对啊 而且呢 格飞老师教咱们了 对吧 你别只攻击一个人 我没写他是江苏的呀 你到处乱放 对对对 随便按个地方 百年历史 然后呢 这个辉红的叙事背后 其实起于地方制 然后人在追忆往事的时候 就会陷入一种迷人的状态 大家注意 刚才格飞老师纠正了这个措辞 他不是回忆 他是追忆 回忆的往往是经历 他事实 他太具体了 所以至于不可爱 但追忆的东西 往往带有种模糊 不真实的感觉 因此才给了我们发挥的空间 太真实的都不好 都没有想象力 回忆加事实 因此最后让这本书显得离奇 但又真实 然后接下来呢 人的智慧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 讲到小时候看到的江屯 小时候走过的路 小时候吃的东西 那一切的时候 格飞老师整个像 仿佛像一个海童一般的好奇 那种真实呢 也是我们直播间里 每次我们几个叙叙叨叨 讲到童年 讲到童年 种下业的梦 穿过峡谷的风 躺在房顶看过的星空 手里脚肘的玉米 甚至是小时候上学走的路上 父亲给你说过那一两句 带有折思的话 大家会跟我取得精神共鸣 我们都是迷失的孩子 然后用周遭的沧海巨变的时候 人会空前的感到麻木 所以我们越是这个时候 越想抓紧 我刚举例子 船在晃动的时候 你想抓座椅 飞机在晃动的时候 你想抓座椅 因为周围环境越巨变 人内心越渴望维持稳定 所以我们越是想维持旧的自己 这就是作家创作的本质动机 写作动机的本质 是现实生活中的空缺 所谓我怀念的 你想什么 你写什么呀 对吧 你痛苦你才表达呢 对然后这块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失去的已经失去 而我却像失落的孤儿 苦苦苦的回望 等一声应答 创作的迷人不在于给你答案 创作的迷人 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孤儿 那其实阅读也是一样的 然后刚才我把这里的 对我还有最后一页这块 那一页我给大家说过了 最后这块就是 我们很难了解生活的真相 然后创作就是去避 去掉上面的蒙蔽 然后去为求真的过程 你必须坦诚的像一个孩子 你才能写出动人的东西 提供了接近真实生活的可能性 东方小村也开始发力 发力 要真实了 要真诚了 要敢于弹露自己的内心 而且要 就胡写乱骂 不能只针对一个人 对因为你看 格飞老师今天晚上也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写作是对自己的 人生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就是成全自己 伤害他人 对一定要先成全自己 干嘛委屈自己 我不委屈自己了 我这短短几十年 对吧 真的是这样 你不写就忘了 你就经历了这些 你自己人生的那些点滴回忆也好 波澜壮阔也好 你要把它珍藏起来 爱恨都平息了 都不想写了 就是这样 趁着生气赶快想 今晚就写 然后呢 文学更敏感 先于哲学 因为他先于哲学去感受和表达 所以文学呢 比哲学更加具有这个先知的特点啊 哲学要 我刚刚讲这个 就是西方哲学 为什么很多人读不进去 因为他成了极少数一些 可能精神 就是生活上已经复杂 然后想要寻求精神解放 一些小部分人的精神自留地了 让哥哥老师别走啊 他都不痛苦 他都不难过了 他在写这些 所以哲学要求你要飞越天欠 我还不知道生活怎么接受 你要求我达到精神自由 我说办不到呀 陈切办不到呀 但是小说的优点在于 小说给你铺架桥梁 让你取静通忧 然后柳暗花明之后 豁然开朗 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哥哥老师建议 大家从小说读起 解放天性 才能惊鸿一瞥 才能下笔如有神的 真实吧 真实起来 痛苦才会表达欲 这会儿我刚给他说过了 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 卡夫卡的特点就是失败 欲时失败 经历失败的人 才能在沮丧中 这个找寻生活上的答案 在文学中找到生活 担负起自己 阅读是一座随身避难 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特别好 我发挥完了 发挥完了 你去送送各位老师 我发挥 你要卖货 那你为啥 我在推推这个书 你发挥完 帮我支开 你去吧 送送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休息休息 这个拍拳套啊 各位朋友 你看我一发挥 就是这种画风了 拍拳套 别拍单本 这么好的书 对吧 你一本一本的挤牙膏的拍 不够你这个时间成本 和决策成本的 对吧 你这 就一拍 今天拍了多少个全套 全套已经将近一万单了 你看看 失误 今天就应该只上全套 就不应该上单本 对吧 你给大家选择 大家选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 去推荐好书啊 因为 更多的人需要养成阅读习惯 所以你就不要给大家这个选择 对吧 不要逃避 就要拍就拍三本 也不贵 真的是不贵 这个 为什么我最后还要简单给大家再讲一讲啊 彭彭你也来吧 这书看了吗 没看完 没看完 看我做了笔记了啊 看来开头啊 别死了 哈哈 哈哈